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莱布尼兹 他是17世纪的人 谈一下他的一个大的计划 他的这个设想的话也是非常典范的作用 在这之前的话 我再谈一下这个有关大型基础设施的情况 因为基础设施的话 肯定是一个国家这个工业发展的基础 如果没有这种大型现代的这个基础设施 包括交通能源和这个水的方面的话 那么谈不上进步 但是这些 如果光是仅仅看这个基础设施项目本身的话 就可能犯这个凯恩斯一样的错误 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金正五国的这个战略当中 特别重要的 就是大型发运机这些大型的发掘机 吊车 他呢只是一个人类这个创作天才的一种具体表现 他呢和改造这个就是说通过和自然这个进行变革 改造人类社会的 首先的话 这里边有个概念 就是人是个创造者 而人类呢不是一个捕食者 这个的话 因为这个捕食者的那是那种叫新的自由主义 野外新自由主义的一种体现 所以呢 金正五国的这个战略呢 他呢也是对于人类文明的一种高尚的看法 就是要建造一个高尚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里边呢 所有的国家民族 不管他的这个规模 他的这个都可以参加这个增长 每个国家都是这个有主权的 他呢都可以和自己选择的国家 结成合作伙伴 而不要这个考虑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而不要屈服于哪些帝国 这个国家呢 已经在这个欧美之间已经不存在了 他在这个欧美世界当中呢 只有这种捕食的这种逻辑 那么就叫秃鹰 在金融 在这个政府里边 他们通过章争去这个进行掠落 比如说在中东 法国呢很有幸 因为他有过戴高乐将军 戴高乐将军呢 他就当时就体现出了这个金专五国的精神 他们呢 没有陷入那些 这个 这个所谓 很糟糕的联盟 没有那个屈服于这个堕落的美国的这个意志 没有 这个考虑到石油美元的利益 我们想一下这个1964年1月30号 当时法国的总统 戴高乐总统 他呢就和这个英美决裂 这个宣布呢 和中国建立 首先率先建立外交关系 因为在当时的中国 他认为呢 就说中国呢 在世界的这个发展当中 如果能够增进人民之间的联系 我们呢是为人类的事业服务 也就是说为智慧进步和和平的事业服务 而且他还补充说呢 这个 人无关在世界上的哪一个地方 就是说我们要一起来见面 也就是说在自己有平等 博爱的基础上 这个进行合作 在这之后的话 法国就离开了北大西洋公园组织 而且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1966年 因此的话 我认为法国呢 可以恢复它的千年的主权 而且不和这个西方这个集团在一起 因为这个中 金融危机的话 好像要把西方推向和中俄开战的这种边缘 那么我觉得就要通过实现 这个雷比尼茨 这个17世纪 这个提出的 这个欧亚大陆桥的这个项目 这个呢 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这个计划 为了能够建成这样一个新的世界的话 我们就要鼓起勇气 用我们的智力 然后的话 不断地为我们的这个理想而进行奋斗 雷比尼茨 他是这么想的 他为了那个改变这个战争 这个摧毁的这个欧洲 雷比尼茨呢 他当时很具有现代性 他呢认为呢 能够通过欧亚大陆的发展来建设和平 他的 他是计划是什么呢 就是说要在欧洲和中国之间建立起一种桥梁 因为这两个部分的世界呢 说这是最发达的 而且在这个俄罗斯呢 在两者之间 然后呢可以带动他的发展 在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 今天已经发生变化 但是这原则仍然存在 所以呢雷比尼茨呢 这个计划呢 他在这个中国通讯里边呢 做了这样的介绍 他说呢 也就是说 人类最崇高的文化和文明 就在欧亚大陆的两端 也就是说欧洲和中国 也许这个最高的这个上帝的话 这样向这个最发达的国家伸出了手 也是最远的国家 也就是说把中间的这个地带也都带动起来 那么就包括俄罗斯 这个利比尼茨就是这么想的 在欧亚大陆的两端 欧洲和中国应该互相握手来带动中间端 所以呢雷比尼茨呢 他是这么想 他呢很有幸运 也就是说 彼得大帝和康熙的话 两个都愿意向欧洲开放 也愿意在他们的各自的国家 宣传欧洲的这个一些先进的东西 为了能够建立一个特殊的关系 和这两个国家元素 雷比尼茨呢 他就是 就试图改变这个历史的进程 他呢 见过这个彼得大帝 三次 这个就是一九一七一年 一二年 一六年 而且成为他的沙皇的这个顾问 他呢 沙皇要求他帮助他的人民脱离野蛮状态 而康熙呢 他和康熙没有直接的关系 他是呢通过这个耶稣会的教室 建立了联系 因为耶稣教会在中国已经工作了一百十年 他呢 给这个 皇帝提供一些科学方面的建议 就是康熙 雷比尼茨 所以呢 当时和耶稣教师呢 进行了通信 特别是呢 五个法国的耶稣教师 他们呢 1685年 去做那个康熙的这个顾问 这个数学 科学顾问 他当时写了一些这个 回忆录 这个雷比尼茨的话 现在呢 都有书藏 所以呢 大家可以去阅读一下 在他的建议里边呢 特别是要考虑一下 让所有有能力的人 所有的行业的人 吸引他们起来 然后要教育他的臣民 特别是年轻人 教会他们创造 教会他们这个 看到过去的这个成功 然后这个 把很多的这个文学 科学著作翻成俄语 然后在莫斯科 彼得堡 基辅都开办学校 要建立图书 管这个观察所 试验室 然后在 他先于英国人100年 发明这个开始试验 这个蒸汽机 而且做了 开始办了试异室 在试验室里的话 他们对火进行了研究 把火的技术 用于矿藏 等等 用于炮兵 就像 就像 他 所说的那样 火 应该是 这个 最强有力的 这个因素之一 他呢 还主张很好的 开发河流 比如说 可以把 福尔加河 和邓河 连接起来 或者在 也要开看 运河 来运送 这个 食物和 这个开发 这个沼泽地 然后他在中国 做的事情 也是这个 各个民族 国家之间 合作的一个典范 而不是像西方 那种做样那样 不像那种 颜色革命所在那样 在他的中国通讯里边呢 他把 中国的文化和 欧洲文化做的 比较 他认为这粮食 对等的 平等的 他说 中国帝国呢 他们呢 在这方面 一点不亚于 这个欧博 他说 那这个欧洲 对这个 几何学呢 对数学呢 他们有优势 耶稣教士的话 他们 在中国 也在弥补 这种 空缺 就是说 他们教授了 天文学 机械 力学和 这个几何学 他有一个叫 他呢 就给康熙 做辅导 他就向他 教授了这个 有关这个 蒸汽机 而 对 尼比斯 来说的话 中国在另外一方面 在日常的这个 智慧方面的话 取得上 在精神上 取得上 他们呢 说呢 中国呢 在哲学 使用哲学方面 占有优势 他也承认了 他呢 关于伦理 和这个政治 和日常生活方面的 那个教规方面 都有更好 所以呢 他就认为 鲤鱼 这个东西呢 在中国 是有优势的 在这方面 他比其他的国家 中国人要做得好得多 在这种 和谐 文化 的这个根源上呢 主要是由于 孔夫子 孔子的 这个遗产 这个带来的 这个我们可以看看 中国十一世纪的情况 在十一世纪呢 他已经懂得透视学 而且 这个郭若旭 他是这个绘画意识学家 他在1074年 曾说过 他说一个人的精神 道德的高的话 他的内心世界 也肯定是非常丰富 因此呢 他的绘画 也会充满了运动和生机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 这个最高的这个精神作者的话 他们呢 可以和达到这个精髓的最高精进 那么 为了能够和这个教皇当时要把所有中国人都这个传教的这种 这个作斗争的话 这个 来比尼茨他主张的话 是向那个 耶稣教徒所鼓吹的那种全宗教会和的 这个全宗教会和的这种 做法 这个耶稣教会 这个法国耶稣教会的这个做的工作呢 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他们呢 告诉我们的政府 我们原来有过这个优秀的传统的外交政策 那么这是在1688年法国就这么做的 就和中国这个建立了三百年之久的这种合作伙伴关系 耶稣教会的话 他们呢 是一个这个信息者 也是作为法国这个科学院的一个信使 他们使用天文学改进了地图 改进解决了一些 一些这个当时的科学的问题 他们的这种研究的话 要是派各个科学家到世界各地去采集信息 一些耶稣教师到中国 当比尔 当时呢 有的他们去了这个丹麦 有的去了甘燕 有的去了这个安地利斯 所以呢 这个莱比尼茨和这个高贝尔的话 他们就派了这样的人 去各地 包括去了中国 还他和俄罗斯的通讯呢 他强调了三个点呢 提到了他们在 北极和这个西伯利亚的经验 所以呢 当时是由这个 方丹奈神父领导 来去格西尼的这个 这个耶稣 这个团 有这些人参加了 那么他们 1685年来到中国 在他们 他带去了什么呢 带了这个 地图的地图的地球的卫星图 而且还带了一些先进的机器 带了一个这个机械地球仪 还带了可以模仿所有的星球行星的运动 可以模拟 而且呢 还带了一个日时月时模拟仪 他可以呢 准确地预测出 哪一年 哪一月 哪一日将出现日时 或者是月时 这样的话 呃 这样呢 在他的这个精度 也可以确定的更加精确 精度和纬度 因此呢 作为结论 莱布尼茨的话 他当时希望中国 希望 呃 欧洲 当时他希望能够中国派个代表团来 呃 欧洲工作 改变欧洲的这个情况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呢 现在我们面对一个中国 他呢 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而且的话 俄罗斯也重新恢复了他的世界的强有力 而欧洲呢 却像是一个病人一样 我呢 现在看到这个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的这个计划 我想呢 这个欧亚这个联盟 可以让法国和欧洲 正觉醒起来 能够让他对他的自由的幻想呢 梦想有一个新的维度 能够有一个主权 走向进步 呃 科学和人民的这么一个 这个方向 这个呢 就要看我们会议之后呢 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谢谢大家